古巴总统蒂亚斯卡奈在当地时间19日 在古巴的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中 获得第二个五年总统任期 他也是选举中唯一的候选人 出席表决的462位议员中有459人支持连任 得票率超过97% 事实上在共产党执政的古巴反对派无法参加选举 国家也禁止选举造势 蒂亚斯卡奈是在卡斯楚兄弟掌权将近60年后 于2018年就任成为古巴的第一位文职总统 他在执政上追求经济自由化 加速中小型企业的经济开放 他在第一个五年任期中就经历了自苏联垮台之后 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且2022年还传出经济问题加剧 中国就捐款了1亿美元给古巴度过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 而他过去对反政府示威的回应也曾经引发批评 还导致美国收紧制裁 他的下一个五年任期恐怕要继续处理严重的经济危机 才能化解民怨 就在4月初美国的商业代表前往哈瓦那 试图促进与古巴的农业合作 并呼吁拜登政府放宽限制 让他们可以投资古巴的农业 古巴也在今年4月稍早解除美元存款的禁令 现在已经可以将美金存入金融机构 外界认为这项政策的松绑 主要也是为了要缓解经济危机 华语新闻张元俊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Vice Madame她做主意的 Wa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言 worth it